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玩者荣耀游戏视频 昨天这个体验虎更新 然后有百里悬测出来 但是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拥有 后面才知道原来是要需要先购买 因为8888先把它购买来之后 才能在英雄的界面才有百里悬测 我现在玩了个单挑模式 昨天我玩单挑就一直找不到百里悬测 因为我昨天没有购买 我以为体验虎以前都不需要购买 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购买才能玩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百里悬测 就长得这样子 一个大勾一个小勾 应该就是都靠它的大勾 把它扔勾过来 不停的虐了 这个狡战的一个大圈前啊 我们不停的撞不停的撞 他头晕不晕 对面啊对面的对手是个李白 我以为对面会是白礼也是白礼全射啊 没想到是个李白 李白就李白吧跟他呼啊 跟他拼昨天打两把啊 当天基本上都是被这个白礼全射虐死了 他现在开举开举跟他跟他好 这个二技能啊二技能是要按住之后 有个距离变长的时间段啊 就有点像白礼索约呢 那个套路把它按住 他会拉长 现在我在二技啊 二技有一个妈妈跟他好 昨天看他们打我的 我被虐的那是这样一个场啊 都没有防守余地啊 这边对面现在是李白 但李白他这没有在惩戒 不打野的李白 直接是在掌杀 拉住他啊拉过来 但是我这个二技能 要把他往后拉的话 你还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太远你不会把他倒过来 如果太近啊 太近 要近一些才行 然后这个钩子啊 玩白礼全射也就是靠钩子 然后这也算是第一次玩这个白礼全射吧 昨天白想玩 但是昨天不知道要购买 我昨天没有 没有买到没有玩到 可以直接把他拉到塔下啊 拉到塔就冲过去开个大招 直接啊再带个残杀什么的啊 手一紧张直接是开局啊 拿了个手杀 拿了个手杀感觉还是棒棒的啊 就感觉这个单挑还是蛮不错的 白礼全射啊 白礼首约应该是白礼首约的哥哥 或者是兄弟 要么弟弟要么弟 但是价钱啊 价钱比白礼首约贵啊 白礼首约应该 应该目测应该是定 因为定价是13888金币吧 然后这个白礼全射就要定价 18888的金币啊 这个就比较贵了 而且他出来之后啊 就把那个钟葵先收藏了 可能是钟葵的技能要改了 可能是这边有个钩子英雄 然后钟葵的技能要回调啊 不知道是不是重新调整 做一个更 更溜的一个钟葵啊 可能经验的钟葵 不知道会做一个出来啊 这边啊我们继续跟他烂战啊 这个钩子啊 虽然是你白有的时候会那个 闪来闪去 他的技能啊 什么的夺我这个钩子啊 有的时候勾不到他 这个大刀不小的伤害很高啊 就是大哈大招那一瞬间穿到敌方 冰群背后啊 打人好像挺疼的 然后现在就拿那个 啊二杀吧 就是 拿两个人头我感觉非常不错啊 自信满满的自信满满的 然后后面有点悲剧啊 这个是啪啪啪 现在这边打人 我慢慢发育慢慢发育 但我现在感觉好像越打他 越来越吃力了 越打了越来越吃力 因为他动不动 然后开个大招 然后又闪来闪去 你想抓到他 可能说挺难的啊 第一把就看他就没有抓到他 如果抓到他可能 还有机会把他打死了 因为他经济也慢慢能上 感觉有点吃力的啊 不像全面两个那么能力 毕竟李白也是18000是吧 也不是说 我这边开个技能啊 直接他一个圈圈 画圈圈的时候 直接躲过我的技能 就这样子 刚才膨胀的心 一下子没了啊 一下子崩碎 破灭了 感觉再打不过他了 因为他的那个 技能画圈圈 怎么不像 我昨天那是李白 还有米月跟这个打 他不会跑的那么快 昨天我说米月 你帮被这个 海域行政欺负的 就可怜了 后面基本上没防守 直接拉倒拉倒 再开过去 直接被塔拉过来 再拉回来 再拉到后面去 再穿过来 一个斩杀再走 斩杀之后 再砍两下就死了 这下子又拿了一个人头 信心开始回复了 这边我也要把他塔拆回一个来 因为我刚才死了一次之后 我打就没了 这边拉不到他 其实应该这边是我操作也不是很好 如果操作好的话 打里白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还是我现在套路很好 这边穿到他那个 穿到那个水晶里面去 然后后面又跳到 跳到他的那个圈圈里面 所以说这波死的实在是很尴尬 如果他在外面一点 是吧 离那个泉水远一点的话 说不定我就能把他虐了 这一波我刚上去 刚上去就吃他一个大 吃他一个大招就没多少血 这边就被他打得很惨 然后我想打一些 说一下 但是想想还是不说了 不说了 然后东东再给他一波打 这边他残血 残血这时候走得太快了 就走到圈圈后面 然后他又开个大招 左闪又闪了 直接把我弄死了 然后他回去了 如果他这边跟我 直接把我砍掉了 把我推掉就算了 他居然还跟我说一个菜子 是吧 吃我菜 那好吧 那我们就 最后一波定胜负 现在我死三次 我死四次 那他三个三也是 他三个四 四个十三次 这一波就定胜负 是吧 只要谁输 谁死 谁死 拿过来 我的钩子勾到他之后 实际上逃跑 那时候先把他拉回去 再来一个 他没有多少血 没有多少血 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 刚才是太浪淡 所以说我错过机会 冲过去 好 这回带走了 这回我就不会给他机会了 因为他刚才说我菜 我可 而且我现在打他也比较吃力 我可不像他那么好心 那是吧 还被手下留情 这波直接赶紧把这些小兵清掉 因为他还有十几秒去复活 十几秒复活 我们这边 就是很快的很快的 就一个炮兵了 但是我们炮兵要是进去的话 直接拆他 然后我就接近强拆 强拆之后赢了 他互活 刚好互活也来不及就了 那我就接近就这样赢了 谁叫你做菜 菜我就猜给你看 菜 就直接把你家给拆了 就这么结束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可以关注每个视频 关注微信 文章号 有一个记者 有大家有什么精彩的视频 欢迎投票找微信文章号 或者q友像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今天玩下白地宿悦乐去打牌痞吧